在我们人生里面,有一些时候,你必须很果断地为自己做决定 心怀意义不单止具有破坏性,而且还会使自己的心变得不稳妥 如果你心怀意义,你只会拥有一个不稳妥的生命 一个佛力不能够前进的生命 因为人得力是在乎平静安云 心怀意义只会让你的生命一直处在不稳定和混乱的状态之中 心怀意义也会让你拥有双重的人格的生活 导致你患上一种属灵的精神分裂症 在星期日崇拜的时候,我们会一同唱诗,大大声去宣认 神是你独一的主 但是在星期一,在第二日,你就打回圆形,从头世界的怀抱 一个人不能够又要按自己的意思而行事 同时又不会违背神的旨意 不要试图又要为神,又要为自己而活 连耶稣都做不到 耶稣不能够为自己不去尝那个的苦杯 同时又能够成就神在他身上的旨意 不过,主耶稣基督之所以能够成为你,成为我的榜样 是因为耶稣他选择不要做一个心怀意义的人 他选择要成为一个为神而活的人 他选择要让自己成就神的旨意,亲身去尝这个的苦杯 弟兄姐妹,在人生的里面,我们之所以不能够做明智的决定 问题的根源往往不是在于我们没有属灵的知识 而是在于我们心怀意义 没有让自己完全去对准神 没有将所得回来的属灵知识 就是神对我们的吩咐去化为行动 让自己拥有真正属灵的智慧 因此亚国书在一章五节去提醒我们 我们每一个都是需要去获得真正的属灵智慧 雅各书一章五节说 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 应当求那厚恥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 主就必斥给他 在这一节的经文里面 圣经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亮光 你是要承认需要有属灵智慧 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人生最大的问题 不是在于我们缺乏属灵的知识 我们人生最大的问题 是在于我们缺少了属灵的智慧 就是不相信 不愿意 不甘心将这些得回来的属灵知识 神给我们的一切的吩咐去进行出来 我们所有的人都只是对一些属灵的知识 感觉到兴趣 却没有真实的以神的方法 用神的价值观 去为自己的生命的抉择来做决定 我们往往觉得 当自己掌握了足够的属灵知识 就是真正拥有真正的信仰 拥有一个丰盛的生命 但弟兄姊妹 事实并不是这样 一个拥有真正信仰 拥有丰盛生命 拥有属灵智慧的人 他不单止要有足够的属灵知识 他更加要是一个相信 愿意 并且甘心将神 给过他的一切吩咐 去进行出来的人 这样才是真正的属灵智慧 谢谢大家